关于地震,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由于我们现在已经建成的大陆地震预警王 所以在地震来袭的时候,能够抢到一点点的宝贵的先机 从几秒到几十秒不等 比如此前在唐山发生的5.1级余震时 很多身处河北、天津和北京的朋友就收到过这样的地震预警信息 而根据研究表明,当预警时间为3秒时可以减少伤亡14% 时间为10秒时可以减少伤亡39% 时间为20秒时减少的伤亡则可以高达63% 所以这自然是个好消息 而坏消息是,想要彻底的避免伤亡 我们需要至少提前两天时间直到地震的准确预报 对了,是预报而不是预警 但时至今日,地震预报仍然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我是人称百科全树的火箭树 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关于地震 这个话题 为什么警报相对容易而预报却难比登天呢 我们究竟有没有可能做到地震预报 除了做到预报 我们还能从哪些方面减少地震所带来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办好小板的,我们现在就开始 先简单介绍一下地震本身 地震时地壳延时断裂或者错位后 在极短时间内释放出大量能量的结果 这种巨大的能量以地震波的形式从阵中向四周辐射 当到达某处时就会在那造成破坏 所以它是有点像水波逐渐扩散开去的 就让受影响的区域有了先后之分 离得越近的地方就越早感受到地震 而离得越远则越晚感受到地震 我们当然是可以据此来建立起一套地震预警系统 使远离震中的人们有更多的准备时间 但这听上去怎么都像是在碰运气 要是你恰好就位于震中附近呢 就要自然倒霉吗 的确是有些不幸啊 但好在地震预警系统仍然帮你找到了一些钻空子的时间 它是这样做的 地震发生时产生的地震波分为两种 一种叫做重波,一种叫做横波 重波靠挤压传递,速度快震动小 而横波靠剪切传递,速度慢震动大 对地面造成主要破坏的就是它了 由于它俩速度的不同啊 就能让我们先监测到没有什么破坏力的重波 并立刻对该地震的相关数据做出比较准确的评估 比如发震时刻,震源位置,震中烈度等等 同时预测地震对周边区域的影响 随后发出警报 虽然争取的时间不多啊 但在关键的时刻已经足以决定命运了 不过我们还是希望未卜先知嘛 就像是天气预报那样 早些年呢,我自己都还经常吐槽天气预报不太靠谱 说下雨反倒是晴天了 现在可不一样啊 别说未来一周的天气都能给你个大概 进到24小时之内 甚至连每个小时天上会干些什么都会巴就不离石地告诉你 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技术进步啊 这就让我不解了 同样是预测怎么在地震方面就一点进步没有呢 这不科学啊 实际上还真怪不了科学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事实就明白了 如今人类的飞行器在天上飞过的最远的距离 已经超过200亿公里了 而我们朝地底下挖过最深的洞才不过12公里 只有前者的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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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往下看真的比登天还难 而地震的成因就在这个比登天还要难的地方 多给科学家一些时间不是应该的吗? 而且看起来他们离目标似乎也不那么远了 通常情况下研究地震的科学家会不间断的收集和监测 地壳断层运动所产生出来的能量辐射 但由于太多的地底运动都在同时发生 你根本就分不清楚哪个是哪个 也就无从将单个的地震从其中识别出来 这多少让这件事情变得有些缺少意义了 但最近有一些科学家利用人工智能获得了突破 他们通过在实验室中模拟地壳断层的运动 将完整的数据输入到一个机器学习的智能算法中 让算法来分析接收到的能量与对应的断层运动状态之间的关系 找到并学习其中的模式 在大量的训练之后 这个算法就真的能够在众多的背景杂音中 找到所对应的关键线索 准确地预测出下一次的地震将会发生在什么时候了 当然是实验室中的地震 那么来到现实 这个算法是否也依然有效呢 因为一个常规的地震是很难碰到的 所以你不能拿它来做实验 科学家们于是就找到了另外一种非常特殊的地震 来测试他们的算法 这种地震叫做慢地震 是断层之间非常缓慢的滑动的结果 不同于常规地震 在瞬间就会将大量的能量释放出来 慢地震释放能量的过程是非常缓慢的 可以长达数周甚至是数月 所以比较容易监测 也很适合用它的数据来训练算法 你猜怎么着 果然有用啊 它居然也能够准确地预测出下一次断层滑动的时间点 太鼓舞人心了 当然在投入实际应用之前 这个方法还需要大量的研究与验证 而且时间不会短 但至少我们看到了希望 同时也看到了人工智能更加积极的一面 好了 说完了预警和预测 我们再来看看跟地震正面硬杠有没有可能 毕竟预测的再好 我们可以跑 但我们的家园没法跑吗 想要保住家园 就得要在抗震方面很下功夫 我来介绍几种 他们有的已经被我们用上了 有的则是未来的应用方向 第一种是使用阻尼器 最有名的一个大概要属台北101大楼上面 那个重达680吨的定楼神球了 标准称呼应该是风阻尼器 或者是协调质量阻尼器 它既可以用来对付台风 也可以用来应对地震 因为二者作用在大楼上的结果 都是使其摆动 此时阻尼器干的事情就是 朝相反的方向摆动 把多余的能量吸收消耗掉 听起来可能有些神 但实际站到它面前去看一看 就相信它的确是有这个能耐了 第二种就是装到脚底下的减震器 这个似乎不用我解释了 因为它跟汽车的减震原理很像 说白了就是在地震来临时 让减震器承担更多的晃动 从而使上面的建筑物相对来说 岁月尽毫 吃过史上最大地震亏的智力 在很多重要的建筑底下 都是装有这样的装置的 第三种是个理论 想想前面两个都是要在改新楼的时候 夹在上面的 要是一些已经存在的老建筑 而且还是一些极有历史价值的古建筑 而且这些古建筑还不止一栋 而是一群 怎么抗争呢 那就是把阻尼器装在箱子里面 然后埋到这些建筑的旁边 在地震来袭时 它至少可以将这个小范围内的震动减少一些 当然埋在地底的阻尼器具体要做多大 得要根据需要它保护的建筑物的面积高度 重量和当地的地震活动规模来定了 目前应该还没有实力 最后介绍一种比较魔幻的 从它的名字里面 咱们就能感受到 地震隐形斗篷 它的目的就是要使建筑物在地震看来是隐形的 怎么做呢 这是通过在建筑物周围埋上几层大约一米深的 同心圆圆环来实现的 这些圆环有混凝土和塑料制成 每层之间留有一定的空隙 而且越往里用的材料也就越软 原理是这样的 地震波很容易穿透较硬的材料 而不容易穿透较软的材料 所以在想要经过这片区域时 一旦它碰到了里面较软的材料 就会想也不想地偏转返回到较硬的材料这边来 绕道而行也是个爱偷懒的玩意儿 这样的结果就是最中间的建筑物 仿佛是隐形了一般完全不受地震的影响了 这个我倒是很期待 听上去既简单又高效 赶紧实际应用来一波吧 最后你还知道哪些抗震的黑科技呢 留言分享给大家吧 我是火箭树 关注我把有趣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 近期世界各国地震频发 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人员伤亡 一时间各品牌手机如何开启地震预警功能 也在网上传开 开启这项手机功能就能够躲避地震灾害了吗 地震是可以提前预警了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 我们不妨先来了解几次著名的地震预测事件了 我们生活的地表延时圈看似坚固 但并不是一个整体 是由15个主要的板块构成的 这些板块呢漂浮在地漫物质之上 板块与板块之间相互挤压碰撞 造成板块边界或者板块内部的岩石层破裂 或者形成断层 地震就这样发生了 地球每年都会发生500多万次的地震 地球每天都会经历上万次的地震 也就是说 人类其实生活在一个每时每刻都在地震的星球上 只不过大多数的震集都是很小的 人们并不会感觉得到 世界上运转着数以千计的各种的地震仪 他们日夜监测着地震的动向 记录着全球的地震数据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记录地震的国家了 东汉时代的科学家张恒 在公元132年就制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地震仪 地动仪 经过公元134年的甘肃西南部的地震试验 完全证实了它检测地震的准确性 这比欧洲创造的类似的地震仪呢 早了1700多年 在对地震漫长的研究历程中 很多研究者都曾经做出过地震的预测 但是基本都以失败而告终了 十分著名的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 一些日本地震学家 推断在日本南海海潮的东北部郡河海潮 将会在1978年左右发生一次八级地震 这就是日本地震学家十分独定的东海大地震 但是45年过去了 东海大地震至今没有发生 受此影响国际著名的地震学家 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原所长 茂木清夫于1997年在批评声中 持续判定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当然也有预测成功的例子 2023年2月6日 土耳其发生了两次7.8级的强震 地震发生了三天前 荷兰研究者弗兰克·霍格贝茨发推文称 该区域迟早会发生7.5级的地震 他的预测就引发了大量网友的围观 个人媒体账号更是一天涨粉90万 霍格贝茨真的是具有地震预测的能力吗 实际上他之前做过很多的地震预测 但都是预测失败了 这次预测成功更靠谱的说法 应该是纯属巧合 一次严谨的地震预测 必须指出时间 地点 震级 这三个要素缺一不可 而霍格贝茨的预测并不准确 他说的是该区域迟早会发生7.5级的地震 这个迟早的时间范围就太过模糊了 他指出的该区域也囊括了4个国家 可见这种预测是毫无意义的 这并不是一次地震预警 只是一次成功的地震压宝 我国倒是曾经有过一例十分著名的地震预警 发生在1975年的海城大地震之前 1975年的2月4日 我国成功预测出了海城地震 避免了10万人可能遭受的灾难 这次地震预警引起了国际的强烈关注 其实这次精准的地震预测历史长达9年 1966年的3月 邢台发生了一场6.8级的大地震 地震中有8000余人上升 受伤高达38000人 面临突如其来的灾难 中央高度重视 周总理亲自前往灾区慰问 灾后关于地震预报方面的研究 就开展了起来 1967年渤海湾又发生了一起7.4级的强震 辽宁各大地震预测点都严格监控各项数据 大自然也释放出了一系列的地震信号 最后几年 辽宁一带地下水一场外泄事件发生了600多起 蛇在冬天离开冬眠的洞穴冻死在了大街上 老鼠成群的带立原地 家禽家畜忽然绝食 一系列反常现象仿佛都在预示一场灾难的来临 1975年2月一开始 密集的小镇级地震就频繁的出现了 发生频率越来越高 累计达到了500多次 2月4日中午 辽宁地震部门认定 一场可怕的大地震已经迫在眉睫了 政府就进入了临震状态 开始安排大规模的居民撤离 晚上7.36分 一场7.3级大地震终于降临在了辽东半岛 镇区面积760平方公里 拥有90万人口的海域 九层建筑被移为平地 泥滥人数达到了1300多人 但是由于准确的地震预测 大多数居民还是迅速撤离了人口密集的居住地 如果没有提前预警 伤亡人数可能会高达十几万 在这次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 准确的地震预测需要经过漫长的勘测 并结合诸多因素才能够得以实现的 通常来说 地震预测按照时间尺度可以划分为四种情况 对未来十年内发生地震可能的长期预报 对未来一到两年内发生地震可能的中期预报 对三个月内发生地震可能的短期预报 以及对十天内发生地震的临震预报 目前客源人员基本可以实现地震的长期预测 但给社会带来重大影响的短期预测还难以实现 目前还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 但是对地震的长期预测 中期预测也十分重要 例如这场海城大地震 如果没有地震人员近十年的数据监测 真正的灾难来临前 谁都无法传达出抢救生命财产的重要信号 在古老的地球面前 人类对地震的预测之路还会面临诸多挑战 我们共同努力 以及期待了